海巡署台南巡防艦成軍 馬總統還特別南下授旗 第一艘國人自己設計的 2000噸巡防艦 沒想到卻爆發貪毒弊案 這一艘台南艦造假15億元 是海巡署委託中信造船 製造的2000噸巡防艦 99年正式啟航以來 就已經發生三次重大海損事件 其中才啟用四個月時 就曾和陽明海運的貨輪擦撞 船身被撞出5公尺裂痕 只得進場維修 檢調查出高雄海巡 在驗收台南艦甲板工程師 懷疑有官員明知道 廠商偷工檢料 卻涉嫌保庇業者通過驗收 導致台南艦無法 以原定造舰計畫 在甲板上起降直升機 因此新北試調處 3號搜索中信造船廠 和多名官員住家 還約談了11人到案 本署將延續相關採購契約 建造規範等相關文件 及PVS試調處出行的結果 我進一步偵查 有無涉及相關刑事 白南線它是因為有經過認證 也有經過我們跟空群總隊的 會看的認為沒有問題 但是因為空群總隊還沒有排到 它有飛機要來實驗傾向 遭調查4名主要人員 包含時任船務組長黃漢松 兼造無姓科長 林姓紀氏 還有南部機動海巡隊徐姓隊長 海洋巡防總局也發出聲明 說台南艦已經完成200架次的直升機起向 目前正進行5年一次的法定稅修 絕對不是因為有弊端才進行維修 所有過程一切依法行政 會全力配合檢調調調查 釐清真相 接著綜合報導